在立法院蔡世英號召下 興安慰財執行長黃哲尊與永昌福人社社長 共同捐贈兩萬六千片口罩給金融市政府教育處 希望這些比一般口罩更符合小朋友臉型的3D立體口罩 能給孩子們多一層的保護 除了我們打疫苗之外 其實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要來幫助他們 屬於適合他們的口罩 所以我也非常感謝我們非常好的企業 興安科技公司 他們也願意慰財 他們願意就這個口罩的部分跟市英一起合作 我們來贊助來支持金融市的學校 那總共還有我們的永昌福人社 那加起來大概是兩萬六千份的口罩 那非常感謝他們 這樣的一個捐贈給這些我們的金融的學生 讓這些小學生 幼兒園 讓他們能夠在這一次的疫情當中 學校有上課或者戶外有參與活動的過程當中 也能夠持續的保護自己 那搭配著疫苗 讓大家都能夠非常的健康 教育處長杜哥正表示 目前金融市校園疫苗施打率超過六成 再加上這一批立體口罩 相信可以讓孩子安心上學 也協助學校做好防疫工作 如果能夠增加我們學童專用的這個口罩的話 確實是會增加我們學生對於病毒的防護力 保護力 那這次非常感謝我們 興安衛財公司 能夠捐贈我們所有國小學童 以及幼兒園學童 那一人一片這種3D立體口罩 那我想小朋友尤其是幼兒園的小朋友 在口罩上面如果戴得不舒服的話 他很容易去拉扯 那藉由透過這個3D口罩 他更貼合我們的臉型 然後戴起來也會更舒服 我相信這個對於小朋友 防疫上面應該會有很大的注意 興安衛財執行長黃哲尊強調 這款3D立體醫用口罩 除了有99%的細菌過濾效果 還可以有效改善平面側露的問題 以前我們講說平面口罩對於這種飛沫船 有很好的一個效用 但是隨著病毒的不斷的變種 從原本的飛沫船 一直不斷變成空氣傳播 口罩的密合度就變成一個很重要的議題 就是說我們不是只看表面的綠彩 還有周邊的密合度是不是很重要 這種立體口罩它的剪裁 就不會像平面口罩這麼四四方方 它會隨著你的曲線 人臉的曲線 進行設計去檢查 所以它密合度會更好 受贈的教育處方面表示 兩萬片口罩將提供給國中小弱勢學童 六千片口罩則分配給兩歲到四歲的幼兒園幼童 保護孩童 你我用心 讚! 記者 張其燈 基督報道